這個按摩好了嗎 OK OK 好 那個剛剛開始之前啊 我們那個T&C David 安排一個蠻好的活動 那我知道說 這邊來的人也蠻多是 第一次來或是大學生 大四學生或是大學校畢業的 那這個題目其實有點異議啊 就是如果你是 剛踏入IOS領域的話 你就要看這個 如果防治別人JB 或是那個如果滿JB的話 其實 就是 剛剛跳出來那個UCR 是一個滿有趣的APP 他可以追蹤你每天的使用行為 然後看看你是不是 一直在上Facebook 還是一天晚上夠 然後統計你的那個 那個生產力時間 然後做出局限表 然後算出你的那個成就點數 那個算你每天那個點數多少 然後如果你是Qtime 滿好玩的一個 可以抓一下 回到今天這個題目啊 那個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呢 有點硬 然後聽不懂的話 呃 要再努力一下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會盡量講簡單一點 今天的題目就是 如果 如何騙一個JB Detector 然後還有呢 偵測說他要去 呃 他有在那個 呃 就是騙人啦 對 那就是這樣偵測JB 有幾個 幾個步驟啦 那我們先看看說 如果你對你的App不保護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 在可能我之前的投影片 或是Number這件投影片 然後還有一些 別人投影片裡面呢 我們都 可以知道說 Object-C呢 它基本上它是 可以用CastDumper 然後知道 你所有的Messor 在那個 呃 龐大胎的時候 他們的Messor 都是怎麼樣子 那 或是可以用TitchDumper 可以知道說你Titch裡面 出了什麼東西 那 有些我們都會把一些 使用者的ID 或是 你要保持一些密碼之類的 放在Titch裡面 那在這邊 CastDumper 就可以把它給 抓出來 然後是密碼的 有點危險 好 那 呃 一個工具叫做IDA Pro 那它這個東西呢 是把你的App 給做 反主義 所以 反主義出來的東西 會有點 就是 像你的.m裡面的 的東西一樣 就可以知道 它的那個 怎麼寫的 但是 所以它跑出來的東西 會很像 主而言 那一般人看不太懂 那其實 其實 其實會看不太懂 哈哈哈哈 看主而言 沒有錯 然後可是 你會看到一些 類似的Messor名字 覺得很親切的樣子 然後你會 誤入那個 假象 對 那你們可以去那個 抓來蝦海捏火 它是要錢的App 可是它可以那個 免費使用一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算你JB的話 呃 就是 就是 你不用JB 然後它也可以 抓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那個 有時候我們要做 Long Time Injection 去把那個 它那個 上面的一些資料啊 然後 改變它的變數啊 或者改變它的 字串之類的 我們可以用 那個LDB 或是一個JB 或者一個script 叫做 Quest Script 它是那個 那個JB大師 他們 JB那個社團 他們出了一個script language 那麼 最後一個東西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 App上面的UI 它 非常好玩啊 然後 不知道它怎麼寫的 它很炫 可是 你想知道它怎麼做 你可以用這個叫做Revail的一個App 去看看它的UI 那 這一東西呢 其實我只是大概講一下而已啊 那個 這一關鍵字 如果看不太懂的話 你可以自己自己調一下 因為這個介紹的話 可能要接到一小時了 好 那 我稍微介紹一下 那個Revail 它怎麼是 那 這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一層一層的架構 那它是 你知道 JB之後 然後 透過這個 軟體 然後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看的App 那一頁面 然後它的那個view 它是怎麼疊床疊起來的 然後厲害的地方 還是 它左邊那邊 它有 看到它的 那個view的class叫做的名字 你可以甚至也知道說 它們 它們用什麼3-party的library 用它 用什麼3-party的那些 那些 來畫這個UI 那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 這個App是 Storehouse 是今年的 Apple Design Award 得獎作品 然後 它裡面做了很多那種 滾動視差的那個 那個效果 非常有趣 好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 如何政策JB 那一般來說 你去偵測JBR 一般我們會有兩個方法 就是看看 第一個是 用你的 File Manager 看看說 那個 那個 Application Cyndia跟Aven 那如果你有JB的話 這邊有JB的人 應該 應該沒有很多 好 那就是Cyndia跟Aven 一定會裝到這東西 那這是第一步 看它有沒有裝上Cyndia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 用URL Schema 來看看說 你的Cyndia 那邊可不可以 叫起來 就是它有沒有反應 Explank2有沒有 那個 就是可不可以open起來 好 那因為國際慣例啊 所以 這是Swoop的解法 哈哈哈哈 好 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也沒什麼 好 好 好 上業啊 寫錯了嗎 可以留情話 是喔 對 加個Cyndia 就比較適合 謝謝 哈哈哈 國內目前寫 誰會寫最多的人 那個 的建議 聊上來 好 好 那這個呢 這是一個Cyndia裡面的一個App 或是我們叫做Twick 那 這個 Excom 這個東西呢 是 JB團體他們去 出了一個 一個App 它會欺騙我們 用那個hook的方式 把我們剛剛 讓兩個Messor 給換掉 因為呢 我們 看兩個Messor 其實 最重要的地方 它就是 中間在喊 那我們 那發現 它在那個發現 你來說 偵測有個Cyndia 或是可不可以開 Cyndia 的時候 就把你換掉 那 它這個東西呢 這是基本的 說App他會做這件事情 那去看它的那個 光網的話 現在說到第39版 就是它 就是 大家發現 有些那個變動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 根據每個 每個 每個App 就客製化處理 所以你去看看它那個 那個App上面一堆 那個說 哪個App哪一版有支援 哪個App哪一版有支援 哪個不支援 那 基本上這次鑽進去 然後它就會 就是騙說我沒有JB 那之前 好像去年吧 就是LINE 開了一陣子 它LINE的遊戲 就是 只要JB都不可以用 那當時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裝了這個 Tick的話 就突然可以用了 那後來呢 因為我們那個 發現有別的方法呢 去偵測說 你有沒有JB要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介紹說 一些比較奇怪的方法 好 這個是C的漁法 因為我們Up to C 刮掉的時候 我們要往下面去走 就是用C鞋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叫State的漁法 那其實它的用法 就是跟那個 就是它的功能 就是跟 呃 看看那個File啊 檔案養殖在那個路徑裡面 然後 什麼東西啊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還有這樣子啊 就是State 然後 那個 那個路徑啊 然後如果是0的話 表示說 它有東西 就 就表示它有JB 那這三個 三個路徑呢 就是第一個 是Cyndia App 那是 不用講一定會這樣 一定會 一定會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 我們在JB之後呢 會有一些奇怪的那些 資料架構 那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就是後面兩個都是啊 然後 那個 那個 可是我們有可能說 它 Hook掉了那個 State的那個 Function 所以說 這是一個 圓圓相化核實料的概念 如果說 你發現State被 被幹掉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你呼叫State 是來自奇怪的那個 那個Library 所以呢 我們就檢查一下 欸 State是同來來的 所以 同來 同來 一般來說呢 我們會到那個 Library 然後底線 Kernel 然後Dy LiB這個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的那個 模擬器跑 這個正測電源的時候啊 基本上不要開 因為呢 模擬器裡面的東西 是那個 下面有個底線指定 那個東西 所以呢 你在寫法的時候 來我們看一下這次嘛 第一開的時候啊 我們就要說 欸 實機才要跑 可是模擬器的話 這樣就不要執行了 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就是 給它一些位置吧 然後 看看說State 從哪裡來 然後 印度它的路徑 然後呢 這個是正常的那個 路徑嘛 然後比較一下 這兩個路徑 它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這表示OK 沒問題 那不一樣的話 表示說 你的那個 System Curl啊 就已經被那個 你要換掉了 那System Curl就是 你的那個核心的東西 如果你 這個東西發現它換掉的話 那其實就累積夠了啦 就是不用 都不用防了 就人生到死為止的 它就是 可能就是 這支iPhone裡面 就是裝你這支APP 然後裝你這支APP 裝你這支APP的 那就是 就是它 真的很有狠心啊 你把這支 換掉了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雖然一般來說 我們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它如果裝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那手機 就廢掉了 就是為了破你的這個APP而已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 其他的 比較輕微的方法來 做 來做攻擊 那 我們在那個APP 打開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 就是載入一些 那種 Dimedic的Library 那 iOS 8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自訂 幾塊Library嘛 那等之前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些 固定卡卡鞋的Library 那這邊的話 字比較小沒有關係 因為我只要 我只要跟你說 它會載入很多 就這樣子而已 字不重點啦 那這邊就是那個 就印出來說 iPhone 它在那個 預載入的Library 那些路徑是什麼 比如說 會有什麼 Code Graphic UI Kit 然後Foundation 這幾個東西 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下面會有一些 什麼奇怪的 NFT Network 然後Pthread 之類的這些 比較不常見 不熟悉的 它還是會載入的東西 那我昨天我看了一下就是 我那隻手機是iOS 7 然後它載入的Library 有129個 這數字完全不重點 那至於要怎麼去看看說 你有沒有去JB呢 因為我們在JB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讓使用者 去自己寫一些小工具 然後呢 我們要載入一個叫做Mobile Substrate 這個Library 所以說 我們只要檢查看看說 你有沒有把它給載入進來 就知道 如果你用載入的話 表示你有JB 那就是要擋住你 那我們一樣是跑個FOR尾圈 然後呢 檢查一下說 你那個每一個的 每個那個Library的名字 然後都比對一下 你發現呢 是一樣的話呢 就跟他說沒有JB 但是Pthreads 意思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 這樣你可能寫錯了 好 好 這是合理的反應 排關燈 好 那如果說 你的那個 這個名字 他載入的時候 是用另外一個名字的話呢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音樂槍報道師 要改變嘛 就是 有那麼麻煩 不可能嘛 好 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 他還是用那種 動態注入的那個 換法 就是你在 Hook的時候 一定會用這個 那個 Insert Library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拿他的 Environment 一般來說啊 我們去拿我們一個 正常的iPhone的時候 我會拿到 Environment是Nu 就是 什麼都沒有做 那如果我們去拿那個 Simulator 或者是拿那個 那個有JB的Device的話 我會拿到一串 自串 就不要管了 反正有跟別人就會拿 那大概像這樣子 上面那個 這是一樣的程式嘛 一樣的程式嘛 好 上面那個東西呢 我們去一下 一個Environment 拿到以後 我會發現它是一個Nu 那表示你安全的東西 所以呢 你會發現它有 有JB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 那個 一串不知道什麼鬼東西 反正就是它的路徑 它載路的路徑 你就把它那個 擋掉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所有東西啊 如果聽懂沒有關係啊 好 那個後面有大補貼 就是那個 我把寫好的一個 那個 武衝包 那個有趣啊 就是你不要載路進去 然後使用包裝很簡單啊 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Self 引誌 Seal Break Check 然後 如果它Yes的話呢 表示剛剛賣這些東西 其中一個中了 反正不管哪個中對啦 中一個就對了 然後中了才會有JB啦 好 然後你就發現說 啊你是JB的不可以喔 然後不是的話 你就也是那個 不是的話你就那個 沒有JB了 就是把正常用科的精進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的APP裡面啊 有一些那個 重要的資料 在JB的時候 會不會以 移情病很重 就是不希望別人 通過這一邊的一些手段 就是我剛剛畢業寫的那些什麼 Cast Thump啊 然後 然後那個 Revel的工具 看的UI還都要移啊 還是你的那個 資料上被抓走啊 這些東西啊 你就可以 在Pitch這個地方呢 你就要把你的那個 UI給那個換掉 這樣它就看不到你的那個 正常執行的時候 它的那個 UI就是很像的 你就把你的那個 Root View啊 Root View Root View Root View給換掉 變成一個 乾乾淨淨的 說你JB 我不給你用 那這樣子就可以 可以念 這樣就OK了 好 那 這個你們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那些東西 可能都是一些 我們沒有用過的一些 Vaser或Clarity 那麼 可不可以上架 可不可以上架 然後被打下來 好 所以呢 沒有問題啦 各位啊 這個昨天 昨天晚上那個 就是昨天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 上架了一個小遊戲啊 然後我在第一頁裡面啊 就是做了一個 JB檢查 然後現在就是 上 送神的時候啊 我們都會看看說 你有沒有用到一些 不能用的 PyVase對不對 然後發現說 Wait for Review 我不用怕 好 就是 就這樣子 好 那就是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啊 好 謝謝大家 我想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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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蘇生米問說 那個檢查會不會浪費時間啊 那個 幾乎沒有查 就沒有查 就是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對啊 那個 天灘帶的問題 這樣要等於簡化到 只要把你那一段給換掉就好 對 所以說你們應該要 你們應該要再做一些重複的檢查 所以都可以檢查一次 你可以把它包成一個Black 然後它就會變成就是 一直去戳那個裡面Black的東西 對 我想跟你們有問題對不對 我有害怕你問問題欸 你絕對上什麼App啊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 欸 剛剛賣夜雷 那個東西什麼 剛剛這個人啊 不是這個人啊 這個App呢 就是 我那個那個GitHub裡面那個App 並不是什麼習慣的遊戲之類的 你不要覺得 不要覺得我會害同事啊 對對對 所以那個人家我今天沒有來啊 好介紹一下 這個人要寫心凡啊 然後他是那個 他是那個 算台北市蠻知名的 然後他最尊嚴的那個 設計啊 我覺得下個講者會記得比較多 所以你給我一下 他有講的介紹啊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問一下JB 就是說 你說JB的話 他會有一個動態的Library 那可不可以偵測說 他裡面 就是JB做了什麼不一樣啊 就是他是不是會有新的什麼Zimbo 什麼的 呃 一般來說啊 我們JB之後的話 第一個不一樣就是 多了那個Cindia App 然後還 因為他需要去 做一些讓我們使用 一些JB開發者 可以做出一些 呃 奇怪東西的 的路口 所以他會改變他 創建很多那種資料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他那個 呃 多了一些 檔案目錄啊 或是 然後Library之類的 那就是我剛剛在 那個檢查的東西 那會多一些韓式什麼 韓式是 沒有 沒有韓式 對 一樣韓式 只要做一些路口而已 對 那蘋果本身 應該還可以擋JB嗎 那個Map 就是系統變成 蘋果 呃 剛剛後面那個 林立他問說那個 蘋果是不是可以擋JB 他本身沒有擋啊 之前不是有法案說 那個JB是OK的 對啊 就是他已經被那個 美國 他已經被幹掉了 所以這B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 那無題嗎 沒有啦 那下一位囉 準備 準備